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4月10日早上表示自己新冠检测呈阳性并且已经进入隔离状态 亚当斯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今天早上亚当斯市长醒来时喉咙沙哑 处于谨慎考虑他进行了PCR检测结果呈阳性 他的办公室称目前市长没有其他症状 但是他已经处于隔离状态并将取消本周剩余时间的所有公共活动 他还将立即开始服用免费提供给纽约市居民的抗病毒药物 并且鼓励所有有资格获得这些药物的纽约人也服用这些药物 纽约市目前免费向有处方的居民提供辉瑞的帕罗韦德和默克的莫纳皮拉韦新冠抗病毒药物 亚当斯感染新冠病毒之际 纽约市的病例再次开始上升 这很可能是由于BA2变种的传播所致 该变种同样导致欧洲和亚洲的病例上升 根据纽约市政府的最新数据 该市7天平均新增病例 已从3月初的大约620例的低点上升至上周的1800多例